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骨科專科大醫生 跟我們分享一些女士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大醫生 你好 你好 其實我試過有很多女士的客人跟我說 他們的腳趾不知歪了還是怎樣 走路痛 他們就想是否自己穿高跟鞋穿得多 所以就令自己歪了或者形錯了 我想問這些我們叫做什麼 這些就叫做母子外翻 大母子就偏向腳趾尾那邊 就稱之為母子外翻 醫學上其實就是指骨和遮骨的角度增加了 導致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生 那個原因除了穿鞋之外 其實都是跟遺傳有關 遺傳也會嗎 遺傳也會 尤其是病人如果本身有扁平觸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淚風濕的問題 也會容易有這個情況 我想問問是否一定是向尾指不會咬出的 通常我們沒有之外就是向尾指那邊 如果向了內就是其他的問題 可能是術後矯正的問題 我想問問他們很多時候是怎樣 一路走到真的很痛 忍不住了才會看醫生 其實你建議 通常他們的做法是 早點看心或者有些方法 已經可以令到他不需要去做手術 還是怎樣呢 其實你說得很對的 因為你看看母子外翻的程度 是 譬如我們可以看看醫療 好 通常來說 我們剛才說 指骨和遮骨中間的角度 我們稱之為母子外翻的角度 就是等於這個角度 一般來說 你的角度如果是20度以下 我們稱之為輕微 如果20度到40度 我們就是為中等的嚴重程度 而40度以上就叫做嚴重了 所以如果你說輕微的患者 它未必很痛的 但是我們可以考慮一些叫做保守治療的方法 去幫助它減輕它的變形 或者是防止它越來越差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到呢 就是有這樣的托 目的就是希望保持它正中的位置 不要再歪去腳趾尾那邊 通常來說有幾款 有些是日頭穿的 放在鞋子裡面的 有些是晚上穿的 目的都是一樣 希望它不要彎到腳趾尾那邊 保持在正中的位置 那你想想 譬如一天穿鞋穿8個小時 那你就有一個膠放在中間 那它不用歪向腳趾尾8個小時 但是痛不痛的呢 其實呢 其實似乎人不人痛的 如果輕微的患者 它可能在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一些滑浪發炎 都可以痛的 但是因為痛楚很過癮 有些人就覺得沒那麼痛 有些呢 又忍得痛 對 有些痛 如果嚴重的患者都可以很痛的 其實我們說除了腳趾的變形之外 你看到指甲也會變形 指甲也會? 指甲也會 因為腳趾尾 腳趾尾 歪了腳趾尾那邊 其實鞋子很窄 令到腳趾尾也會變形 哦 另外沒有指甲也會變形 除了它歪向腳趾尾之外 其實都是一個叫做內旋轉的 是 就是腳趾尾本身它不是向天的 向左去另一邊 所以都會令到腳趾尾變形 是 而嚴重的情況下 它也會有這個叫做爪子的情況 是 因為第二隻或者第三、第四隻 腳趾它太壁了 太太壁 令到它沒有地方走 它就會這樣走上來上去 踏著腳趾尾 哦 而第二隻腳趾尾也會起一些叫做鹼 就是起枕 是 這樣也會挺痛的 OK 我想說去到這樣的情況 一定要做手術 去到這樣的情況 都建議做手術做一個矯正 做一個矯正 我想說手術算不算 有時候很多客人會擔心 哎呀會不會大手術 好像有虛號 他們覺得好像很傷 其實算不算大手術 矯正手術 都算一個大手術 因為術後要打石膏 要一段時間 要打石膏 要打石膏護理 要做一些物理治療 是 而手術通常我們分兩方面 如果關節未屬於退化 是 我們就可以考慮做一些矯正的手術 就是說 將腳趾弓矯正之後 它還有一些靈活性在 但是當腳趾弓的關節已經是退化的話 我們保存不到 我們就要做一些叫做融合手術 矯正手術方面 一般來說大致上 你可以分為有軟組織的步驟 或者是做一些叫做截骨術 軟組織步驟就是把一些鬆了的組織 拉緊它 是 而將一些緊的組織放鬆 就是一些軟組織步驟 截骨術就是 但是當矯正或者歪的程度比較重要的時候 就這樣做軟組織術 不能夠將腳趾弓擺正 我們就要做一些截骨術 將骨子擺正 是不是要放一些銅片進去頂住它 或者怎樣令到鎖直它 你說得對 我們要放一些螺絲 像這個X光一樣 我們就用螺絲來做截骨術的固定 OK 我想問通常做這些手術 大約是幾個小時 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OK 那會不會母子內翻 外翻 其實是兩隻腳都有 還是一隻腳的 多數都是兩隻腳 但是他做手術的時候 會不會建議兩隻腳一起做 還是先做了一隻手術 通常我們都建議一隻手術 因為做完之後 我們要用一些特別的行路方法 比如用腳跟走路 如果你想想兩隻腳一起做 就會比較辛苦 那個康復 都有些病人 是想一次過做的 因為節省一些的康復時間 有節省一些麻醉 不用麻醉這麼多次 都有的 不過如果大部分情況 我們都建議病人 逐隻做 那個術後康復會容易一些 但是譬如他會不會是 有時候骨科 我都聽過一些醫生說 起碼他都可能要兩三個月 等那些骨 慢慢再生 或者自己再動 是否起碼會影響他 可能是多久的時間 是走不了 或者用拐杖 你問得很好 其實術後 因為剛才說過 我們一般要打一些石膏 做一些固定 其實都是四幾星期左右 四幾星期用腳跟走路 之後就可以用前掌落地 一般走得正常 因為術後都會有些腫脹的情況 一般你走得順暢 都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 那他拆了石膏 就可以拿拐杖走路 沒錯 其實他還沒拆石膏之前 都可以拿拐杖 拿不拿拐杖 就視乎他走路的穩定性 基本上如果你要用腳跟走路 就拿一些手掌 那個拐杖會比較好些 比較順暢些 另外打石膏 我想問一下 以前年代的石膏 很大隻 可以在上面簽名 我想說 例如剛才你說的四個星期 石膏 因為我好像有聽過說 是否裡面很癢 或者是不能動 就是那個情況 會的 會的 會比較 裡面可能會有些不舒服的氣氧 是 但是我們如果只是做腳掌的手術 石膏會比較短 是 比較輕便 是 OK 輕輕一點 第二 還是包住 總之不要弄濕它 沒錯 整個星期 然後拆出來 再慢慢試一下 學一下一下 其實它之後是需要做一些叫物理治療 還是一些康復治療 要怎樣去跟進呢 其實那些叫做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 其實兩樣的 通常一般就是 希望控制那個幅度活動 因為腳趾公 它有幾個星期沒有動 都會比較緊一點 我們就做一些控制 或者叫做 幫助活動幅度的運動 第二樣東西就是教它走路 好 因為它有一段時間用腳跟走 是 幫它走回 就是用前掌落地 還有練一些小腳 腳趾的小肌肉 我想問一下 平時你的腳趾很小 其實我們就不要覺得 那些腳趾有怎麼動 剛才你說要練回去怎麼動 其實譬如腳趾 除了我們說 影響我們走路的時候 其實是影響平衡容易跌 還是什麼 其實也有關係 是的 如果你譬如用腳趾走 你一個人走路 除了腳 還有各樣的配合 比如說四頭肌 那些都要力的 所以你說得對 如果你做了腳步的手術 都要學習一下 走路的方法 是的 而大約幾個月之後 它還可以康復 建議它幾個月後 再做第二隻 還是隔一年後 或者多久才做第二隻 通常建議它 一隻腳走得比較順暢 才做 起碼最少三個月左右 是 三個月 那它就可以自己決定 再做不做第二隻 哦 今天就很感謝大醫生 講詳細的帽子外翻 告訴我們 究竟是怎麼治療的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發覺行路痛的話 早點看醫生 可能就用剛才你最早講的 叫做 有些交託 是吧 就可以幫到它 就未必要去到這麼差 就要去做手術 是吧 好嗎 今天謝謝大醫生 謝謝 拜拜